近年來有不少外國人來台灣留學或是工作 但有人在同鄉的誘惑下從事不法的行為 舉例來說如果警方要抓毒犯得先鎖定對象 進行監聽抓出那個最關鍵的人物 但如果這回嫌犯是外國人呢 光是語言不通就是個很大的問題 抽大麻是抽那花 被花的價值比較高 似乎以為警方拿外國人沒折大啦啦 就在宿舍後山打造大麻園 自產自銷還有4公斤的大麻花 這名21歲越南籍軟性男子不好好念書 而是當大麻小農 靠的就是在台累積的人脈 做成毒咖啡包 淹絲毒油票 賣給移工 尤其以留學生占最大總 在大麻在近年來 發現他走私的趨勢 跟大麻在種廠的這個租宿也越來越多 那這些的大麻黑樹 我們也進一步的做追查之後 發現在外籍移工跟學生的這一塊 他們有自己的一個通訊軟體的 一個販售的一個族群 賣給同鄉比市價便宜將近一千元 外籍人士圈內吸毒亂象 也被警方發現黑鼠問題 抓到的人這麼少 私底下怎麼有這麼多大麻在流通 越南的族群裡面在台灣人數蠻多的 吸毒品質蠻多移工的 小型的那種 卡普夜店都是放越南哥的 所以裡面都在賣毒品 台中有開著大型的越南夜店 所以非常多 遇上外國人警方也得培養大量翻譯人才起訴的話 還要遣返 後續整辦複雜 在這過程中又會有多少嫌犯 用留學生的身份當擋箭牌 表面上在念書 實際上正在運讀呢